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获取最新女排消息,请点击订阅 我们知道,很多球迷都期盼着李盈盈能像朱婷那样出国打球 提高和展示自己的能力 不过从眼下来看,李盈盈在近一两年内很难实现这样的愿望 天津女排没有办法放人 另有三大赛事已经将其锁死在国内 第一大赛事,备战巴黎奥运会 朱婷四月底才归队 李盈盈被打造为核心 今年春节过后,中国女排要立马开始集训备战巴黎奥运会了 由于蔡冰并未在奥运资格赛上提前拿到门票 因此,今年集训肯定要重点解决一些战术和球队短板问题 另外,朱婷结束一甲联赛,回到国内已经到四月底了 蔡冰不可能等朱婷回来之后,再重新打造战术 更何况以朱婷为核心的战术体系 经过两个奥运周期,早已经被对手研究透了 张长宁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打球了 排超联赛也仅仅是上场替补发了两个球 谁也不会把这位商员打造为战术核心 最重要的是,蔡冰在世界联赛坚持一套阵容打到底 主攻接应两边快甩,副攻中间施压的打法,也被对手摸透 围绕重点进攻人李盈盈打造一些新的战术 这是蔡冰必须要做的事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李盈盈有时间出国打球吗? 李盈盈出国打球了,那蔡冰围绕王云露来设计战术吗? 第二大赛是,2025年全运会,天津女排要夺冠,李盈盈也没有办法离开 打完奥运会,李盈盈是不是就可以出国打球了呢? 这个可能性也很小 2025年全运要举办,天津女排肯定是要夺冠的 天津如果拿掉李盈盈这个进攻点 以陈伯雅、杨毅、王毅竹的实力 他们是否能够在全运会上战胜江苏女排、上海女排夺冠呢? 天津女排培养了李盈盈 她肯定还是要报效天津为主,不会出国打球挣钱的 第三大赛是,女排是巨杯 李盈盈要代表天津出战,不可能加盟其他俱乐部 除了巴黎奥运会、全运会之外 天津还要继续征战女排是巨杯 大家想一下,李盈盈会加盟瓦基福银行俱乐部 在是巨杯上来打天津队吗? 恐怕天津女排自己也不愿意吧 或许有球迷说,李盈盈可以像马尔加斯那样 打完国内联赛再出国打球 个人觉得这样的做法也行不通 李盈盈本身在国家队、天津队都是几乎全年无休 又有悉伤等伤病 打完那么多比赛,在出国打球进行高强度对抗 这对李盈盈的身体是一个巨大消耗 如果李盈盈为此伤病增加 那中国女排主攻位置将折损一员大将 天津女排联赛夺冠也将不保 本身出国打球与参加国内联赛,时间上也是有所冲突 李盈盈效仿瓦尔加斯也很难成行 眼下以李盈盈的个人能力而言 国内联赛这种水平对她锻炼价值不大 只有像朱婷那样出国打球 对她才有提高的空间 可是天津女排愿意看到李盈盈加盟瓦基福银行在试剧杯上 打天津女排吗?李盈盈出国打球了 蔡冰光集训王云露,众会 此外,北京时间1月2日19点30分 北京女排与辽宁四分之一决赛第三场争夺即将上演 上一场对决,北京队之所以能够扳回一城 与王云露在攻防两端的出色发挥有极大关系 王云露在对阵辽宁女排时,53扣23中4失误起北篮 外加两个篮网,一人砍下25分 另外,她还接了23次一传 只有一次失误,到位率30% 辽宁女排太依赖米哈伊洛维奇一点攻 王云露打出来,北京将组成三叉戟 辽宁女排能够在首场争夺中胜出 主要是米哈伊洛维奇在进攻端比较给力 然而,米哈伊洛维奇毕竟已经是年龄30家的老将 辽宁女排断放,孙小轩难以支撑起边攻火力之后 球队主要是靠米哈伊洛维奇来下分 北京,辽宁两支队伍接连上演了两场五局大战 米哈伊洛维奇的体能消耗非常大 另外,许嘉南一传受到冲击 辽宁队在复工上,火力牵涉也很有限 相反,北京女排如果王云露能够打出来 他们有拉左维奇,拉扎列娃两个强攻点 在变攻实力上还是要强于辽宁女排的 王云露对于北京女排的一传体系也很重要 他顶住一传后,复工张宇的进攻也能打出来 辽宁女排最好的情况下就是米哈伊洛维奇 孙小轩两点攻,断放的进攻可以忽略不计 王云露能打出来,北京女排边攻就是三点攻了 可以说王云露在攻防两端的发挥 是盘火北京队的关键棋子 辽宁女排自延一退役之后 王口的实力不强,王云露进攻没有多么强势 上一场两队打到决胜局 王云露靠青拍,抓掉也得了好多分 北京、辽宁谁也不是上海女排对手 能够晋级四强已经算是圆满完成任务 北京女排与辽宁这一战 不管谁最终晋级,她们都不是上海队的对手 今年排超联赛大概率是天津与上海争冠 对于北京、辽宁两支球队而言 作为国内联赛的传统强队 能够晋级到四强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江苏女排靠培养新人走到四强 北京、辽宁都是靠外援撑局面 下滑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 王云露今年联赛表现不佳 在主攻榜都未能排进前十 恰恰她在四分之一决赛打出了最好的一场比赛 进攻端,海力亚外援拉扎列瓦 成为全队的得分王 王云露在上一场的发挥 在第三场争夺时也应该会受到辽宁队的重点照顾 接连两场比赛砍下20加的得分 对王云露来说不太可能 她最重要还是保障好一船吧 个人觉得王云露确实是北京、辽宁两个队争夺四强的一个关键点 她在进攻能打出来 那北京女排取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此2023至2024赛季 全国女排超级联赛四强提前揭晓三席位 同样是在三战两胜至四分之一决赛中 胜场2比0晋级四强的俱乐部 包括上半区天津渤海银行和江苏中天钢铁 下半区上海光明优备 至于剩余一席是在一胜一副的北京汽车 与辽宁东港草莓之间展开 不过有客对辽宁球迷投诉 无法购买北京主场的门票 这一争议引发外界对于排超和俱乐部不职业的质疑